我就可以在当地开一个演奏会 然后就是谈这个 这些房子的故事的音乐 就是那个法国之星啊 对 然后我邀请这些 我邀请这买卖双方都一起来听 哈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这样子就他们的脸都会露出来 不会啊 因为他们坐在下面 我不会把他们叫上来 不会点名说 你就是那个法国之星的 不会不会 你就是那个偷天的 我会说现在的 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终于没有夫妻纯聊天之什么什么什么的 非常难得 今天来聊一聊 今天是没有打草稿的 纯聊天 什么都没有准备 对 外面风雨交加 但是没有放假 我觉得桃园这个地方 真的很适合居住呢 2023年 唯一没有放台风架的现实就在桃园 欢迎赶快来移居到亲谱 屁啦 这样子很不优欸 张善真是不想要连任 是不是 你知道我同事有来听我们节目欸 哪一个同事 那个秘书 哦我知道 他有跟我讲 他还截图给我看 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 谢谢你哦 很适合台风天的时候 来放松心情 对啊 可是没有台风架 怎么放松 就一边上班一边听啊 哦 是 对啊 我觉得最近真的是 还蛮不错的 好像人生一直有在往前走的感觉 来报告一下我们的境况 好啊好啊 就是你冒泡了 哦 这次真的是很有感的冒泡 诶我们今天是中立好董房吗 没有没有 就是闲聊 好 那先讲一下什么是冒泡 因为我怕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成交 对 就是你卖房子终于卖出去了 对 而且真的是异常的顺利欸 而且是毒泡 对啊 是不是毒泡 就是开发跟销售都是自己 哇塞 真的赚翻了 你的那个债务全部都清偿了 对对对 老娘非常的开心 嗯 对 我已经无在一生情 太好太好太好 嗯 对 感谢 就是这一次成交是蛮感谢 虽然是你的朋友 对 介绍的 对 对 然后 屋主也是 很信任我 对 我真的觉得齁 虽然是我还没入行 但是我已经深深感觉到人脉的重要性欸 人脉真的是第一 真的太重要了 因为这一个客户啊 就是你的这个卖方是我以前的学生 的朋友 嗯 然后我这位学生已经跟我十年没有接触 可是他一直有在关注我的脸书 对 当他知道我的先生在做房仲的时候 嗯 他就很 很自然的就介绍了彼此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 太不可思议 嗯 对啊 平常就要好好做人 没错 对 然后 我的买方是 我登591来的 嘿嘿 然后他看一次就吓我了 啊 对 然后 真的是上片掉下来的礼物呢 对啊 就是觉得 怎么说 就是 因为我现在我进的物件 只要是专任委托的 我都会为他拍那个MV 嘿嘿 对 但是这一个是 才上两个礼拜就立刻成交 所以 来不及拍 我有做好曲子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拍 对 那我就想说 嗯 就把这个 没关系啊 之后还有类似的案件的时候 就可以改一改就给他用 对对对 对啊 嗯 嗯 对啊 然后 真的很棒 我真的觉得我来到永庆之后 我运势有大开 真的有 对就是 但是在台湾房屋的时候 一个月 一个进案都 很勉强 嗯 对 那现在是 我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不是在就是 我没有在比较公司品牌的问题 我只是在想说 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让一个人的运势 有这么大的落差 其实说真的 嗯 也不算是公司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 就是刚好 因为我 好像 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 他真的是 蛮鼓励我的 因为真的 我觉得有一些 让我觉得很玄的事情 嗯 比方说啊 我之前不是说 我在中立好董房的节目中 我有在讲说 我想要开发一个社区 嗯 嗯 因为 我的客人有在指定那个社区 嗯 所以说我就是 看着 目前有上架的 一些案子 然后我就去 拜访那个屋主 嗯 结果后来就 很不顺利啊 就是譬如说都一直被赶啊 或者是 甚至还有一天 就是在大雨中 就是被一只狗一直赶啊 哦 哦 就是他 好像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 把我的大腿当作那个 他的 那个 对象 对 对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 就是很难 很难攻啦 这样子 没想到就是 最近又是你的朋友 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啦 就是 就是介绍的 另外一个 哦他就是在指定那个社区啊 对 他 他介绍的那个朋友 就是尾迈的那个 嗯嗯嗯 他就是住那个社区 就是那个社区 对 而且那个屋况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爆 对 诶我可以来这里 就是 因为如果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还没卖掉的话 对啊 就是也可以就是广告一下 对 大家可以 去看我们的那个 诶我可以直接就是po 登登登登 好 就是听众朋友 如果你想要买中立区 就是 桃园市中立区的 法国之星他在环西路上面 的这个社区 环西路二段 对 嗯 很棒的一个社区耶 他那个一楼有好多的商家哦 然后 就是 距离那个 附近还有全联 是新开的 距离中立 观光夜市很近 对 对 然后附近有一些学校 也是对 那个中立高中的学区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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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旁边还有陈吉思汗 那个 館长的那个健身房 对 对 然后因为那一天 就是其实我还在 再讲一次我还没入行 但是你那天跟我讲说 要不要跟你一起去签约 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有点被那个房子的棒 吓到 嗯 怎么那么干净 又 真的非常好 住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根本就感觉没有住过 然后屋主非常nice 对对对 真的好好聊 然后觉得 天哪 就是 就是 我觉得 就是同性相惜吧 对 就是大家都觉得很好这样 这应该是 有人说 这个应该 就是很快就会卖掉了 对 对 但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屋框 会让我觉得是 因为我也是有在 大家看中立蛮多的 大楼嘛 对 其实能够把屋框 维持得这么完好的 是 很难得的 对 因为他好像什么 十二年 十二年 对 然后我觉得好干净哦 看起来根本就是没有住过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就是洗完澡之后 就会刮水什么的 哇塞 对 他真的蛮解皮 然后他就说 每天都会拖地什么的 对 所以我真的觉得 其实也是要宣导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你现在住的房子 以后要脱手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住 然后好好的维护 好好打扫 以后你要脱手的时候 就很快 嗯 很顺利的 是是 对啊 嗯 好 工商时间完毕 好 那如果说 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请见什么 就是请到那个 就是那个中立好东方的 官方账号 来联络一下 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资讯 就是提供给你 嗯 好啊 那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听节目的人 你身边有要卖房子的 嗯 对 特别是卖房子 就是 专人委托交给我 我就会帮你的物件拍MV 然后 而且是我 亲自为你 作词作曲 对 然后 录影片 哦 对 这个行销我相信是 台湾 应该目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 你真的很久没有为我创作 或是手写信给我了呢 哦对 我跟妳讲我最近是 我觉得我今年是我 有史以来写过最多姓的 嗯 音言 嗯 都是写给屋主 都没有写给我 虽然说是石城大海啦 哦不会啦 我觉得就迟早的问题啦 嗯 对啊 反正这一行就是 哎 我觉得辛苦都也是要做 可是我还是一直都 虽然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可是总觉得好像应该有更聪明 或者是更 更 仰赖科技的做法 这样 对 对 讲到人脉啊 因为我今天 应该是说我之前就已经 有一个人在邀请我 加入一个叫B&I的商会 嗯 你知道吗 那个商会 嗯 然后我是到最近 因为我帮我跑 所以我才比较有 这个资金 嗯 因为他还是要有入会费 对 对 然后就加入这个商会 对 其实今天是正式通过了 嘿嘿嘿 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要交会费 已经交了 哦 已经会了 好像要入什么黑道的感觉 要交会费 其实这个商会啊 主要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他就是一个 台湾应该也有几百个 对 然后我是叫大千分会 对 的这个分会 然后 呃 他是这样子 他是就是每一个区啊 就是 譬如说我是桃园房仲 那我这个分会里面 就不能再有另外一个桃园房仲 哦 可是我们分会里面 有一个台北房仲 嗯 所以说是不同区块 可以有不同的专业的人 嗯 对 那只有一个 这样子 哦 那如果是老师也是吗 就国文老师 数学老师 就可以在一个份位 可以可以 但是不能两个数学老师 哦 对对对 要请假 嗯 哈哈哈 讲了一个很老的梗 对 然后呃 呃他的那个理念就是 重点就是在于 呃 付出者 收获 嗯 对 等于说是 他就是一个互相互利的一个组织 就是我帮你介绍客户 你帮我介绍客户 嗯嗯 对 所以我们是每个星期三早上六点会开一个成会 好 六点到八点半 嗯 对 然后那个成会就是会有 呃 就是新进的伙伴啊 自我介绍嘛 然后大家 就是每个人都会准备一个三十秒的自我介绍 这么多人啊 总共有 目前总共有五十一个人 哦 对 就每个人三十秒 那讲完之后呢 讲完之后就接棒给下一位 哦 就直接就是接力了 就是在那边捡包 然后这三十秒其实就是很重要 就是你要怎么样用很快的时间 让大家对你印象深刻 线上版的电梯短奖耶 对 然后有些人用唱的 嗯 对 那你有 那你今天怎么表演啊 因为我 我今天还是来宾 所以说我还没有正视 我下礼拜我就会正视 哇塞 应该不要弄个交响乐吧 不会啦 但是我会想到就是 譬如说他们都会想一些slogan 譬如说 就是会有一个押韵的 譬如说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 桃园买房找惯豪 让你成为真富豪 嗯 类似这样子 这是我今天想的 原来 对 好棒哦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靠这样子的介绍人脉 因为我会帮他们介绍 同样他们也帮我介绍 对对 然后如果我有认识 觉得 诶 还蛮值得推荐他加入这个分会的 我也会推荐 然后只要有推荐 就会有那个 就是会集那个奖章 好像拉下线的感觉 但是我们不会有 介绍费 对 我们不会有介绍费 可是我们 如果有介绍人的话 我们可以有 每次都会安排两位 就是端奖者 譬如说今天 是一个在做眉毛 就是 那个 文秀的 文秀眉毛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穿搭的 对 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些 短短的那个简报 演讲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提供 就是 譬如说今天这两位 他们就会提供一些礼物 然后这些礼物就会优先给 上礼拜有带 其他的伙伴加入的人 哦 优先给他们有 这个 优惠 对 抽到的权利 哦原来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是为了要抽奖而介绍 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样子的组织是蛮好的一个组织 就是对于 我觉得不只是业务啊 任何只要是有跟商业有关的 我觉得都还蛮适合加入 对 真的是耶 真的人脉太重要了 对 而且他里面还有律师 有商用的律师啊 还有刑事律师 对所以说以后有什么法律相关问题也可以咨询 真的耶 很棒耶 然后他们同样有那个买卖房屋的问题也可以询问我 对啊对啊 我真的觉得人脉的重要性好像是 其实应该是在你还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累积了 对啊对啊 真的 我觉得是我们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算是有在经营自媒体 对 只是没有说这么的明显 但是我们都把脸书就当作是 在自我街上 有在建立某种形象的一种管道 然后曾几何时就是 以前我可能还是会抒发一些负面的情绪 会会会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都是很正面 不要再剧版了 对啊 我已经不是剧版女王了 对啊 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像是你知道对于房仲来说 就是每个家节 就是过节都是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们都会卯住全镜来做图啊 然后给我们的客户嘛 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今年我是第一次就是做房仲 然后遇到中秋节 所以我上一次遇到的节是那个 那个端午节 对端午节的时候我是做图 祝福我的客户嘛 然后这一次我就很特别 我就是做了一首串了一个组曲 总共有25首 不是总共有25分钟 然后总共有机械的17首 就是华语流行乐坛中的那个 经典的月亮的歌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把它组起来 然后弹了25分钟 然后录成YouTube 然后发给所有的客户 对啊 我相信就是好频不断耶 对啊 所有的客户都觉得很很震惊 就是说啊 没有让你钢琴弹这么好 因为有些客户 对啊被包装耽误 对因为有些客户只是一面之缘 就是可能是当时就是有稍微聊一下这样子 对对啊 现在我觉得他们都会对我有印象 对那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情 他们就会可能会有些人想到我这样子 弹钢琴的部分 没有啊不会 因为其实我之后拍的任何那个 就是物件的MV我也会推给他们 嗯嗯嗯嗯对啊 那他们就会对我有印象 嗯嗯对啊 嗯 好哦 真不错哦 嗯 好那然后呢 你有想要问我什么问题吗 问什么问题 你都没在关心我呢 我都在关心我的客户 我昨天就是一直在写开发信 对而且我现在学聪明的 我不是用手写 本来就是好不好 我就是用打的 但是我那个打字很像手写 对对对 对对对对 然后 但是我最后都会留下我的签名 对那正常 对 对然后 今天的话我就是一直都在帮客户 那个造房子 你现在是在做工作日志是不是 没有啊我就分享一下 对然后 有些客户的要求就是很特别 他就是说 他想要在亲谱买房子嘛 但是他想要可以看到海的 看到吗 嗯 要晴天 然后 其实是远远远远的一条线 对不能说完全 这样他也OK 对但是我就是 因为我知道说 要这样子的话必须是要 很靠西边 嗯应该是说要靠 那个亲谱的北边 嗯嗯嗯 然后但是要朝西北 哦哦哦 对 然后是没有被挡住的 嗯哼哼 对 然后我就是今天就是一直在搜寻 这个 那找到了吗 有找到三间 哦 对 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找客户的那个 呃一些需求 根据他们的需求 其实是还蛮好玩的 嗯嗯 很像是 我觉得就是 很像是我是那个 听的的那个守门员 哦 就是在帮他 他们筛选 筛选 因为他很多很细的 对对 对 而且就是有时候你不能太老实 呃应该是说 你不能够 他跟你讲一 你就要找一 嗯哼 有时候你要有一个模糊地 譬如说他跟你讲 二加一房 嗯哼 那我就可能会找三房 对 或者是两房 对 但我觉得空间还不错的 对对对 就是或者是 就扩大一些范围 他跟你讲 选择变多一点 对他跟你讲东南 那你可以找南或东 嗯哼 对就是不要说这么 就是只 因为如果是你全部都是 很精准的话 其实你会有点找不到 对 对 所以有时候稍微开放一点 然后会跟他说 哎 呃 虽然说这不是你完全 那个想要的 可是 我觉得这一间的事也很好 嗯 对 啊 因为有些人会说 啊不要 顶楼嘛 嗯 然后 当然顶楼我觉得 如果他有说的话 我就尽量不会找 嗯 对但是如果说不要太低楼层 可是我觉得他看出去是树梢 嗯 是有绿地的 我也觉得 我也会推这样子 还蛮不错的 对啊 嗯 加油哦 对啊 祝你 嗯 赶快再下一泡 赶快出来 我希望每个月都一定要有 一定要好不好 一定要一直冒 真的 之前真的苦闷太久了 包含我 对啊 对啊 嗯 哎呀你之后也要加入耶 对啊我11月吧 因为我已经之前有报名那一个 不动产营业员的那个课程 他要上三天 应该是 我本来以为是三天半 可是后来发现那个课表 好像就是满满的四天耶 对 然后上完四天之后 然后就是 呃10月31号就要考试 这样子 嗯 然后拿到 这个什么证照之后 我就可以有这个资格 名正言顺的就是 进驻这个 亲谱我的家团 对 哎你知道我进来之后 昨天又来了一个新人 哦真的 然后那个新人你知道几岁吗 35 18岁 哦怎么这么年轻 他高中毕业就来了 哇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家店 好像是他父母 因为他父母好像也是在 也是在做那个土开 哦 然后他们推荐 哦 对 然后我就哇 没有我会想说哇18岁就进来 那他是没有打算读大学是不是 应该是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哎我真的觉得若是我的话 我也宁愿就是不要赌大学之间 嗯 可是我觉得 没有了没有了 我们那么年轻的时候 是不可能有这种体悟的 对 我没有这样子的爸妈 没有那样的事 也是不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的安排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业 其实第一个是 他不管学历 然后第二个是他趁早 对 就是你越早进来 越早卡位 对 越早熟悉 嗯 越早可以赚钱 但他也要有兴趣才行啊 他有意愿吗 应该 既然他愿意来 应该是有吧 应该是 因为像那个前阵子 我们不是那中秋节烤肉 就是跟团队的人烤肉 然后认识了一个 我认识了一个你们的同事嘛 嗯 然后那个女生她19岁就进那个待宵夜啊 对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 呃 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开始做房地产的业务工作 嗯 真的是 很成熟 嗯 她就是现在才二几岁啊 然后我觉得她眼神散发出来 那个锐利的感觉 或者是她 很有 呃就是 人生历练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很让人感到佩服 因为我觉得 我27岁的时候 我应该不是她那个样子 我还在那边天真烂漫 就是 对 那谈恋爱来什么的 对 然后可是 她已经就是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也对她的 就是人生规划 她有跟我讲她怎么样 看待婚姻啊 或者是她之后的 的那个人生安排这样子 嗯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在 在应该说在职场上打滚的那一种过程啊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 甚至是要再回溯到整个家庭背景 嗯 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很多 对 那我们团队还有一个人啊 是我的一个亲戚 嗯 因为我一个亲戚 她是我们这个家族中很有名的一个 她是做仆仲的 她已经做到非常非常高的 就是应该算最顶尖的吧 她每次就是参加我们的那个 那个家族聚会 都是开宝石节啊 或者是 她好像有三台吧 我跟你讲 我身边只要有人知道 我跟这个人有点关系 他们就 什么你竟然认识她 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我就认识她而已 嗯 她叫 她就是叫小宝 嗯 我应该赶快弄一个音效 就是金光闪闪那一种 对 应该只要是朴仲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应该无人不消啊 对 然后我那个朋友 我那个同事 她就是之前有被她带过 但是她说 我问她说 诶如果我这个亲戚 呃我跟她讲你的话 她会知道你吗 她就说不会 因为她太多人 哦她带过太多人 她下面太多人 对 她就说 其实她很佩服我这个亲戚 最佩服的一点 就是说她 什么事情都很平常心 她就是成交平常心 就是高兴一下子 好 那没有成交 就是或者是 痛必失败 也没有难过 就是 呃就 只是 很平常心的 就是太一口气啊 但是就立刻往 从政精神往前走 那是她在很早期就这样 还是说她已经就是 年收千破亿万什么的 才可以这么 一直都这样吧 真的哦 对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做业务都是要这样 就是你就是要一直往前看 嗯嗯 对然后你不要一直在想着说 呃因为像我这个 我这个同事啊 他在 他他真的每个月都成交 而且是鬼月的时候也成交四户 然后今天也成交 对很厉害 对很厉害 她的年收已经到七百多了吧 对对对 对应该是业绩啦 对业绩 业绩七百多 嗯 对但是 她在八月的时候 是有被 诶是八月吗 还是九月 八月 哦八月的时候 反正就前阵子 对 被退了六次 斡旋 嗯嗯 对 她但是我觉得她很正面 就是她 她通常是我们的话 因为被退斡旋的感觉很不好 就是很像是已经到手的飞扬 就溜了感觉 对对对 对 可是她就是很 在脸书上就是说 啊 溜这个数字还蛮吉利的 这样子 就是很乐观 好正向 对很正向 对啊 所以说 我觉得 我真的来到这边 我跟他们学习很多 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一个 很成熟的 对啊 现在二十几岁的 之前做过代销的嘛 嗯嗯 对就是跟她讲话的时候就觉得 嗯 就听她跟客人讲话 或者是她跟我讲 关于她的过去的故事的时候 都觉得她不是二十几岁 对 就是很成熟的感觉 真的 我希望他们都有听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真的很想要把所有的人 都是好好的 就是称赞过一遍 因为我虽然说还没有跟所有人都聊过 可是我真的有感觉到 这个团队的每个人都很有质感 对 然后还有坐我对面啊 就是有一对也是情侣这样子 然后他们一起坐啊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感觉也是给我很好的感觉 就是他们 嗯没有那种业务的那种就是 咄咄逼人 嗯 完全没有就是非常非常温和 然后跟我的职场很合 那么温柔哦 非常温柔 对然后 嗯 甚至就是他们 像我有兴趣的事情啊 嗯 他们也可能会有兴趣 就是 譬如说 我很喜欢做 就是什么 MBTI 嗯 的那个心理证理 那他们也是有做 嗯 然后他们也是有跟我分享啊 然后甚至那个 那个女生也说 哦 他之前也有想要读那个资商 哦 对 就是感觉是很 很相近的人 对 然后他有跟我分享说 嗯 就是 因为通常就是在业务单位 我们都会想说 会不会彼此有那种较劲啊 或什么 对 但他完全没有 就是他就是会觉得 嗯 我帮你 你帮我这样子 就是很自然的 嗯 就是非常 非常诚恳这样子 嗯 然后 有问题 我在问这个所有团队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 藏一手的 全部都是会 很乐意的回答 怎么那么棒 对 然后 刚刚那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女生啊 她有跟我说 我们这样子的人来做业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 嗯 可以证明给很多人看说 业务不只是那一种样子 是 对 就是 像因为我有跟她讲说 其实我之前 在台湾房屋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很有自信 因为我觉得好像 可能 不是某一种的类型 我身边的人都会说 就是 我那个店的人都会说 我讲话太温柔啊 或者怎样怎样 然后 不够有那个 而且他们会觉得 我应该要死产烂打这样 或者是 要更有企图心 对对 但是 嗯 他们的感觉完全不是那样子 嗯 对 但是他们也很专业 他们也是会分析数据啊什么的 对 所以说 他就跟我说就是 其实你就只要做你自己 你做你自己舒服的样子 嗯 对 然后即使是我们是内向人 他也是内向人 然后我们我是 那个 INFP嘛 嗯哼 就是 就是内向到自己 最喜欢做心理测验就是这一句 对对对 对就是很内向 然后也 常常会 就是三分钟热度 然后有点懒散 这样的个性 嗯 然后他这个女生他是 INFJ 对嘿 他只有在最后一个是跟我不一样 就是我是 比较随性的 对 即兴派 然后他是会比较有 规划 有规划的 嗯哼 对 但是我们都是很类似就是比较内向的人 嗯哼 可是我们却选择来当业务 嗯哼 然后其实像我们团队的那个呃副总啊 就是佳化副总 他有说就是如果整个团队都是唐三丈 绝对不可能 对啊 举得到金 悟空 对 要有悟空 要有沙夫进 要有那个八戒 就是 对啊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长 对 对 所以说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很强 对 对 是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真的 真的 我觉得 很开心可以接触到这个团队 嗯 嗯 对啊 然后反正我现在就是也在努力的学习啦 这样子 你看我这个 我有去印一份那个考题 就是要 要来好好的读 这样子 对啊 虽然说 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讲 就是有考过人都说 那个很简单 这样子 啊没 那个反正就不重要啦 反正就是你 到时候实作比较重要 这样子 对 但还是要读啊 对啊 而且我今年要考蛮 就是 年底要考两个大的考试 就是第一个就是营业员 不动产业员执照嘛 嗯 第二个是语减定 你要考几个 我要考N3啊 就是我跟我学生一起报名 其实我应该算是有点报错 因为我的这个 我现在在带的这个班是N4的 但我想说就是 N4应该闭着眼睛就可以回答 对对 是啦 绝对不会考不过 但是总是不能太 就是分数如果很丑的话不行啊 但就是还是要稍微念一下 那可是我就是 呃原本是想说 要跟他们一起读N4 可是又很想要知道 现在N3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 当时我报名说 我没有考虑很清楚 总之我就是报了N3 嗯 然后我现在在带N4的检定班这样子 嗯 对啊 然后就是也是正在呃 算是在带这个班的过程当中 也是好好的把我这整个日语教学 这个生涯的知识啊 好好的重新整理一遍 然后我想要把它做成线上课这样 这是我今年的一个很大的目标 嗯哼哼 对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 我正在呃规划一个 叫做亲谱梦想家的podcast节目 嗯 对准备要进入这个亲谱的家嘛 然后我就是很想要深耕这个地方 然后专营这个区域的客户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 然后又是一个完全不不熟悉亲谱的人 那我觉得说做一个节目 就是可以让自己成长最快的方法 嗯 然后我才跟罗姐 就是我们之前有访过那个厌恶的那个大前辈 讲过这个就是只是跟他稍微聊一下 说哎最近忙吗想要采访你 他就跟我说他很感兴趣这个部分嘛 嗯嗯 还要就是呃出一笔钱 让我做这个节目 哼 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做 对啊 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影片会在明年开始 对对对 对那就是那个亲谱梦想家已经有第000集上线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节目说明栏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要走这一行 为什么要转行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那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规划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就对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 这个节目是由我独立制作的 就是我自己去采访啊剪辑啊 然后就是呃算是气化一切 这样是我单口主持这样 哦你终于要单口了 对哎我真的觉得很奇妙哎 因为我之前跟你夫妻屯聊天这么久啊 我始终都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可以单口的人 嗯 因为我觉得说怎么怎么可能一个人自言自语一直讲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不会啊 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访家里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哎我觉得你们广播人真的好厉害 就是自己一个人单口讲那么久 然后就是这么多话 到底怎么 就是没有人跟你对话 你怎么能够做到 他就回答我你还记得什么吗 他说你不是一个人啊 你是在跟成千上万的听众在对话 你要有想象力 对对对 然后他们都在听你讲 我坦白说我第一零零几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亲婆婆想家 我还有写逐字稿 我就想说很怕会讲不好什么的 然后我真的认真写 又觉得怎么那么花时间啊 然后后来真的开播 应该是说我开始录之后 我就已经放弃了那个稿子 就跟着随便乱讲话这样 当然就是有些资讯的部分还是有稍微看一下 可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啊 你以为你做不到 可是其实你真的做了之后才发现说 其实没有很难 对 就是我今年很多很多的体悟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自己在想要做仿仲这件事情啊 我跟你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切入点 对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哦 就是我即使我现在也越来越往专业迈进了 就是我已经可以跟客人聊起这个地方的一些房价 或什么啊其实我不知道 我也会假装我好像感觉我也懂一些这样子 就是不会完全词穷的 那很厉害啊 对像我今天就是接待一个客人 他应该也是有好几栋房这样子 对然后跟我跟我聊 你只要值班都有机会遇到 对那但是你碰到这种人 你真的输人不输真 就是你绝对不能够 说啊对不起我不是很清楚 不行不行 对 譬如说呃譬如说他要买亲谱 那你不熟亲谱没关系 你就先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他是住中立 然后你就讲中立 因为因为我之前比较守中立 然后我就跟他聊中立 对啊反正就是一直聊聊聊聊 然后其实我觉得有钱人应该是这样 就是他觉得他跟你投缘 他就会他就会信任你 没错真的 然后我也是立刻就一回去 我就整理很多 我觉得他会有兴趣的物件给他这样子 对但是他因为有钱人也是不太喜欢被烦 所以说他也没有跟我加LINE 就是说我会主动联络你 但是没关系我有他的那个手机 我就会丢那个简讯给他 对 重点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自信 对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还没有足够了解 对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是越来越好像专业度 对 迈进 对 可是我自己想要做的那一个路线 又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我是最有自信的其实是音乐 对 对 我觉得人就是要把自己的长处发扬到很大 然后短处稍微缩小 对 对 那当然我自己还是要有专业度 也不能够是完全没有专业度 当然不能太差 对 可是我会比较focus在一直凸显出音乐这一块 然后一直去给人家有这个印象 对 所以说我现在也是有很多突破 譬如说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做仿仲这件事情 如果我可以同时兼顾到我喜欢的音乐的话 其实是最好的不过的事情 对啊 对 所以我就是又在把我之前的那个企划拿出来 就是我想要到很多地方去表演 对 因为我觉得音乐 其实我觉得是很 最能跨越语言 然后会有那个魅惑力 感动力的那个源 我觉得那是因为是你的音乐吧 你才会有这样的魅惑力啊 对 所以说我现在 是要听现场的 对 而且我现在就是会很毛遂之间 就直接跟很多咖啡店啊 很多一些文创的一些句点 就是直接提案 就是说我可以在 你们在什么时间 我可以来帮你们做免费表演 对 然后我就真的就是10月15号 我就会去一家咖啡店表演 对 他们是有一个摆摊的一个活动 对 你要宣传一下吗 好啊 这个是一个叫做乐聚野食 就是快乐的聚餐 野餐的那个野 然后食物的食 乐聚野食 是在10月15号 然后 它是一个就是 这个咖啡店的一个开幕仪式 对 它之前是在清浦 然后现在它搬到了 中立区民族路五段332号 中立区民族路五段332号 然后它是在早上10点到 晚上7点的时间 对 星期日 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 一起来逛逛 然后我会在那边弹琴 嗯 对 然后我在弹琴的时候 我也会就是在旁边有 就是摆出我的QR Code啊 就是说 诶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仿仲 然后音乐 因为你要卖出你的二手CD什么的 不是不是 对 然后我之后我就会一直去找 中立 然后清浦 各个 呃 比较文创的一些地方 嗯 对 然后会办一些这样子的表演 嗯 然后 在这个表演中 我也会多 加入很多桃园在地的 音乐的灵感 嗯 的故事 嗯 对 比如说老街西啊 我会用老街西来创作 嗯 然后用清浦这个地方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为清浦的很多 其实我觉得清浦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很有人文色彩 是 包括说它其实是一个 绿化很成功的一个地方 嗯 对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嗯 对 然后它也是有一些 水文啊 新唐园啊 或者是书法公园这样子 嗯 其实很有人文气息 对 对 所以说其实 我会比较focus在 这个部分 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 很喜欢艺术的人 对对对 就是广播嘛 然后艺术人文相关 然后像我有时候在写 那个开发信啊 然后有一些同事来啊 就会说 哎 我觉得你好像文笔很好 然后感觉很艺术这样子 嗯 那个同事就说 啊 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嗯 然后我就说 不会啊 你也在做艺术啊 因为你卖的房子就是艺术 哦 那么很讲话 因为房子就是建筑嘛 是 那你就是去带 你的客人欣赏这个艺术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即使是 嗯 好像一开始我会觉得 房仲应该是很同臭味吧 就是都是在 那个 验钱 千万来千万去 就是用很冰冷的数字 堆叠出的那种 嗯 就是很竞争 然后感觉就是 很无良 以前的形象 对 好 以前比较 因为确实有些人 就是比较没有职业道德 对对对 嗯 没有是 真的是很早期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比较透明了 而且现在 其实房仲 哎 其实跟永庆的那个 那个孙庆宇 董事长 其实很有关联 嗯 因为他也是一个 就是 但是 把台湾的房仲提升到一个很 就是 非常诚实 非常非常 形象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嗯 对 然后 当然我觉得其他同一也都是 大家就一起让这个市场更好 对啊 对啊 对 都是很好 然后 我以前 在还不了解的时候 我以为是这样子 但是后来我踏入之后 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做我自己 嗯 擅长喜欢的事 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我是就可以吸引到 有质感的客人 对 还有就是 跟我同频率的客人 对对对对 对 然后像 譬如说我最近进的这个案子啊 就是法国之星的这个案子 嗯 然后我同事有一起来看嘛 嗯 对一起 我们一起带看 嗯 然后那个同事就说 哦 果然是 有质感的人 会吸引到有质感的客户 没错 对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很开心 没错 反正我有质感 我也蛮有质感的 嗯 我也想要就是 走这种优雅吸引的路线 对啊 然后以前我会 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讲说 我是一个 就是 新闻系毕业的啊 或者是 作剧文翻译 或是教书的人 这样子 我以前不太敢耶 那我现在就是会比较 有自信的讲这个 然后 我可以把这些 真正的本质学呢 就是结合我的房仲事业 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要到处去采访 亲谱的很多人 这样 比方说 嗯 罗杰他有就是建议我 做一个单元 我真的觉得他的点子超棒 他就说 因为亲谱啊 都是外来客 因为他是个宠话区嘛 原本就是鸟不生蛋的 然后来这边住的人 都是来自外地的人 那我们可以去 呃 去深救这些人 到底是从何而来 然后可以去采访他们 然后让他们说说 他们 为何在这边 落地生根的故事 嗯 我觉得一定很精彩 对 对 因为这个是采访不完的 然后他就说 如果说有人就是 可以就是妈我上电视了 就上这个节目的话 那他们就会想要分享给其他人听嘛 那我们的节目就会慢慢扩散出去 嗯 然后就会有人来找我 这样子 嗯 对 应该会这样 对啊 我觉得真的 其实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要喜欢 重点是你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要做一些自己很擅长 而不太费力的 那个才是真正的杠杆 对 对 然后 我也不是说以前台湾房屋怎么样 但是以前台湾房屋 感觉 其实就是比较 呃 会有一个 就是 大家都是这样做 然后你就是会跟着他们做 然后其实会有一种 诶好像自己不能不一样 那种 那种感觉 嗯 对 我不是说台湾房屋每个都是这样子 我是说 大部分的一些店 是有这样子的 直应店会有直应店的那种气质吧 嗯 对 就是他们会比较要求自律 嗯 就是有纪律这件事情 嗯 对 就很像当兵的感觉 嗯 对 可是在我现在这家店啊 其实 呃 应该是说介于纪律跟 自由之间 嗯 其实也没有完全放飞 因为我觉得完全放飞 其实也不好 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 人是有惰性 对 然后就会 拉不回来 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开早会 嗯 然后我们有 我们还是有值班啊 对 对 然后彼此都还是会 还是会关心啊 就是说 哦 要多进案啊 都一定会 对 但是 呃 做法上面都 真的不会限制你 嗯 对 就是譬如说 我真的很感动 就是 那个 家话副总就是 直接看到我就说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来这边就有没有觉得 做自己很开心 你就freestyle就好了 嗯 没关系 嗯 就是 你做你觉得 开心的事 对 对 然后我真的觉得 很感动 没错 对 真的 他的座右铭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什么 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嗯 真的要 我觉得 我最近的 常常会祝福别人的话 我会是说 呃 希望你可以成为你自己最好的版本 嗯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以前都 太小看自己 对 或者是 嗯 不知道自己 其实还可以做到 什么样的事情 嗯 对 就像是 我以前也从来都不认为 自己可以买到房子 嗯 对 现在你即将可以了 我觉得一直在这一个行业 一定是可以 因为 第一个是 你就会很了解嘛 对 对 你会知道是好货在哪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累积钱的速度 会真的比其他 没错 其他的行业 算是快很多 没错 对 你可能 只要他们累积了一两年 头期款就有了 对 对 那你就可以 好好的去 而且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经营亲谱 我真的还是觉得要买亲谱 嗯 因为我们只有是 真正身为在地人 才可以真的更了解 对啊 这个地方 你才会有那个底气 跟别人聊的时候 我是了解这里的人 我可以跟你 好好的推荐这边的物件 哦 当然我们店里很多人 也是来自各个四面八方 嗯 不一定是会 都买在亲谱 嗯 可是我的 以自己的设定的目标 就是希望说 以后可以住在亲谱 嗯 即使是外围 也不能太远 这样子 对啊 应该马上就可以实现 嗯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马上 没错 好 加油 嗯 以前啊 我都会 不好意思讲说 我要赚很多钱 我最喜欢钱了 这样子 我还会 那时候还讲蛮小声的 可是我现在就是觉得 就是很想要赚啊 为什么不是我要赚呢 我就是要赚 哦 可是我要提醒一件事 嗯 如果你在房仲业 你是一直在focus在 想要赚钱的话 可能就是 嗯 因为有些人一直在focus在这一点的话 有可能他会 为了钱而做一些挺而走险的事 不是 就是说 因为每个业务都会有高高低低嘛 一旦他低谷的时候 他可能熬不过去 他就觉得 哦 怎么好几个月都没毛泡 哦 那糟了 那就可能会离开 对 所以说 嗯 应该是说 你不只是要好喜欢赚钱 而是说 你好喜欢做这件事 对对对 顺便赚到钱 对对对 我非常希望是这样 所以我才要做节目 对 所以说 像有些人 像我的话 我会觉得 呃 如果我是每天每天都在表演 嗯 然后表演的时候 顺便分享房地产的事情 然后不小心就冒了一泡 对 那样的话 我就觉得是最好的工作 对 因为你就是 你不觉得你在工作啊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每天都很喜欢分享 很喜欢表演 对 但是如果你纯粹只是表演 嗯 而不是做仿仲 那你就会为了 为什么今天没有人找我表演而难过 当然 我终极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真的就是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 纯粹的表演的人啊 嗯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 最怎么样 最 最像我自己 对啊 但是你也要有那个底气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现在 还是要先赚钱 你知道以前我的店长 之前在台湾房我的店长跟我说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音乐嘛 他就说 梦想真的不能当饭子 谁说的 对就是以前我的店长说的 梦想可以当饭吃 对 可是要很努力 他没有 他那时候的意思是说 你 你不要去先 想着说用音乐来赚钱 你要就是 好好的做仿仲 他其实也没有说错 对 但是 你也有你的做法 可是我想的是 我可以两个都要嘛 嗯 因为我想要一边赚钱 一边又做自己喜欢的事啊 对啊对啊 对就是 那就是标准的工作及生活啊 对对对 所以说当我拍出的第一个就是 用音乐介绍物件的这个MV的时候 很多人就是 虽然说那个作品的确没有非常的完美 但是很多人给我的feedback就是说 音乐原来真的可以结合生活耶 就是 他不是说 艺术 不是说都是在高大上 对对对 都不是 都不是 高高在上 不是说一定要就是 嗯 风花雪月的东西 对 其实我在介绍这物件的时候 我其实我歌词都很直白 对啊对啊 比如说现在你在哪里 对啊对啊 现在我来到哪里 就是 几号几项什么的 嗯 就是 因为很像是 我只是把它用唱的 唱出来 嗯 对啊 然后钢琴的部分也是 很即兴的 就是我一想到 我来这边的感觉 就是我会用这边给我的感觉 譬如说风光明媚的 我可能就是一个Barsanova 嗯 然后 嗯 像我要 如果要做那个法国之星 我会用的比较法式 嗯 对 就是我会 就是只有你才能够做到的事 对 然后钢琴的话 因为钢琴的房子其实 也都比较有一点 现代感 嗯 就是我觉得是很摩登的感觉 对 对那那个的话 可能就有点爵士风 或者是有点 都会感 嗯 重一点 对 然后如果是卖透天的话 就会比较复古 嗯 对就是 如果是像我最近有卖那个 杨梅的透天 嗯 对 然后就是会感觉到是很有故事 温润的那种感情 嗯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房子都是有灵魂 都是有故事 嗯 那我觉得我用音乐方式把它提炼出来 嗯 其实是会强调出 不是说你肉眼看到的那些东西 而是很背后的 它是很心灵的层面 嗯 对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笑吗 不知道 就是我刚刚说 诶我们来录音 那你说录什么 我就说随便啊 乱聊 那样子 他说 可是有点想要做一些 跟工作没有关的事情 然后我就说 啊录音不是啊 我们又没有要录工作的事情 他说 然后你就说 嗯 可是 我们的工作就是 就是 你这是讲什么 你这是讲说什么 可是 会讲到 呃 防众的工作 那就是 一定有关嘛 结果你皮一趴讲一大堆 对啊 所以说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房中 有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会有点没有休假的感觉 对 就是即使是我现在回到家 我还是偶尔还是一直在看物件 对啊 好像是在玩那个网拍耶 你以前就是把那种 对就是你在 帮自己物色 对就是筛选网拍物件的那种感觉 对 欸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啊对啊 就这是你的 你有就是 这是你的本质学呢 对而且 其实我觉得很像是侦探 就是譬如说 因为有些 有些房中他 在设定那个 一些那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他并没有把那些讯息都填得很好 就譬如说他 他特别常常会忽略坐相这件事 对 坐相就常常会空白 但是我可以去猜 对譬如说看照片 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 看他是几号 然后就是会对照他的那个房子嘛 然后就会开始想 欸那我会把那个地图调出来 就开始看 欸他旁边的是怎么样的大楼 会不会被挡住 对就是各种事情 就是很像是 你在玩一个解謎游戏 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 房仲的工作 还蛮 时间过得蛮快的 因为你只要是 有点像投入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心流 然后就是 欸或者是带看的时候 就是一二三 就是跳的 对啊 就几间这样子 就是一天就没啦 对啊很快 这 好 虽然说我不是很想要 就是要做比较 但是我想到中立服务区 哦对 像 我现在是没办法在定点 是啊 一直做一个工作 对啊对啊 就我应该回不去上班族的生活 真的不想欸 对 但是我觉得上班族 还是有上班族幸福的地方 当然有啊 就是很稳定 对啊 而且有福利 有制度 对 然后就是 时间到了钱就进来 很棒啊 但是 但是 在那个时间 你就是必须要在那个地方 对 做你的事情 然后你会知道 你可以得到多少钱 哦 对 然后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缺点 对 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下个月会怎样 没错 这个月底会怎样 对 但是这个期待感会 促使我一直不断的去努力 没错 我最近就是很喜欢看 那个张迈克的频道啊 就是他就讲那个什么 业务的什么各种心法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 他就是有一个 算是他的学员嘛 就说怎么办 我最近就是做业务啊 虽然说也没有 呃 这个业绩也不是不好 但是做三年多 觉得没什么动力这样子 然后那个张迈克就说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做业务呢 要有动力 就是有成交的时候 对 然后你就说 业绩治百病 对对对 这是很 呃 就是之前的学长姐跟我说的 对的确啊 因为 没有业绩 当然就是 人就是 没有动力嘛 就会没有精神 对啊 当然 但是 如果一直就是 只是 放在这件事情上面 嗯 然后 因为有些时候真的 就是人是一个 运 就是运势有时候高高低低啦 对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如果你真的是 好像真的怎么样都做不顺 嗯 好 那我觉得像 以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氛围来说 其实我也会建议说 那我就干脆就先休息一下 嗯 对或者是 先转换心情去做别的事情 去看一场表演啊 或者是 甚至 对甚至 那我就来进修好了 对就是看看书 看看 线上课程 对啊对啊 对 然后 其实 任何一个事情 我觉得 特别是业务这个工作 其实是 你不能排挙任何事情 嗯 因为它都是可以成为 你跟客人聊天的话题 嗯 嗯 对啊 就算你被狗干 你也可以跟别人聊一聊 我上次被狗干 呵呵呵 其实我在 接待客人的时候 主要会是 多听他怎么讲 嗯 他讲的他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怎么样 其实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对评 嗯 就是 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要配合客人 把自己调整成 他喜欢的样子 对 然后 不要太 就是一直去纠正客人 就是 不要干嘛 为什么要纠正客人 因为有些人 会比较强势啊 哦 对啊 但是像我的话 我会是 都会 呃 复义客人的想法 对 对 但是我还是会提出一些 我的观点 嗯 对 那是辅佐的观点 嗯 对 对 然后 嗯 也不要去想着说 一直想要跟他成交成交成交 就是 嗯 就是跟他聊天 对啊 然后跟他做朋友 对 对 然后就是比如说 他是做贸易的 我就会问他说 哎 我很多客人都是在做贸易 然后真的就是 都可以买得起很多房 嗯 到底是为什么 嗯 是你们这个 贸易真的可以 赚上那么多钱吗 然后 还是说你们做了什么 走私的交易 怎么样 哈哈哈 对就是我会去很好奇的 然后我会 哎 那如果是两夫妻的话 我就会说 哎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啊 或者是说 啊 那个大姐是做什么工作啊 然后是有辅佐先生 还是先生怎么样去辅佐太太这样 就是会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 嗯 就是我就会很自然的聊起 然后他们 他们讲到小孩 就是小孩住哪边啊 怎么样 就是都会一直串一直串 哎 我问你哦 就像是朋友在聊天 嗯 就是呃 毕竟他并不是真的朋友嘛 就是你在跟那个 算是还没有很熟悉的客人 在聊天的时候啊 嗯 就是你要怎么拿捏 就是他可能不是很想回答 或是你要怎么样确保 你自己的问出的问题 不是很冒昧的 哦 其实如果他不太想要讲的话 你第一时间就可以观察出来 哪里可以观察出来 就是他 眼神吗 对 还是他有点知乌 他很回避 对 就是他很不想要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哦 对 那当然就不能一直白目 一直问下去 你刚刚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这样子 当然不行啊 对 首先我都会先从 房子开始聊起 对 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比较私人的 但是又很合理的 就是说 诶 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买房子 嗯 对 那你们是有 之后会有怎么样的 是哪些人要住 嗯 然后这些 就是从这些话题 他这个通常他们都会愿意回答 嗯 然后从 他们住的成员中 再开始聊起 对啊 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抽丝剥茧出他们真正的需求 对 你只要不要立刻就问到很 很私密的问题 对啊 比方说你现在有多少投机款之类的 就是 对 而且也不要去打枪客人说 啊 你们一定买不起啊 对 就是 其实你就很理性的跟他分析 对啊 比如说 像有客人他会觉得说 嗯 嗯 亲仆的那个 读洞 太贵了 嗯 好 那 他他可能就 他没有什么概念 他可能就觉得说 那我这样子的钱 还不如买一个建地 自己盖 嗯 然后我就会跟他分析嘛 就说 诶其实啊 以这样子来说 其实还是买中股的会比较划算 嗯 对 因为我就会算给他看嘛 就是譬如说 嗯 就是一瓶 是 这个建地 他可能 本身就已经多少钱了 嗯 对 然后再加上他 那个建筑成本 嗯 要这样子加上去 所以你这样子 一整个建完之后 可能是 嗯 上亿 也有可能上亿 嗯 对 然后他也有容积率 跟钱币率的一些规定嘛 嗯 对啊 所以不是说你想盖多高 就盖多高 嗯 对 所以说 分析给他听之后 他就会说 哦 那还是买一个中股的 哦 比较好 对 那他现在已经服了 没有啊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要 一次又一次的 嗯 去跟他 分析啦 沟通啦 对对对 对 因为有些人会想得太美好 但是你不能够说 啊你买不起啊这样子 就绝对不可以 当然啦 对你一定就是 就是用分析跟他 跟他讲 对 然后他在过程中就觉得 哎 其实你还懂蛮多的 但是也是会有那种 怎么讲讲不听的人吧 嗯 也是有 你刚说你前阵子就是 一直在跟我抱怨的那一个 哦 哦 嗯 我觉得那个也不是说 因为我其实坦白说 我不会随便的去 给一个客人贴一个标签 嗯 因为其实他闲 很一直闲嘛 可是通常闲的才是买货人 嗯 因为他真的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对 只是因为他目前还没有遇到 那我们就期待他 等到他中罚票 一千万的时候 就可以当场 下定一个地方 对 那除非是就是 你又 呃 也是有一种客人就是 明明就没有很多钱 可是还是想要 想想很高的 的那个居住的那个环境 嗯 就是什么都想要好的 嗯 对 啊那种的话 就是就是慢慢的 你就一直推 然后他一直慢慢的 就会 知道 自己会知道 哦 原来 我真的没办法买得起 太蛋黄区的 嗯 对 但是不用跟他讲说 啊 你可不可以 对啊 就慢慢他就会知道 这个现实是什么样子 对啊 久了之后 其实也会慢慢的 就没有无限推给他了 因为真的就是没有 嗯 现在就是 如果 很多人是想要 就是买到那个 低于10价登录的 对 那这个真的很难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就其实试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是屋主的话 你会想要卖便宜吗 不会啊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就是 开高一点 再给他杀下来啊 但是也不能太夸张 是真的 不能是天价 但是 其实 普遍都会稍微高一些吧 对 高个就是 一两成 嗯 慢慢杀 其实都是 大家都知道嘛 对对对 对啊 所以说 有些人就是直接 很常会有些客人就是 我推5件 他就直接给我看 那个的10价登录 就说 可是那个成效行情是这样 我就说 我就会跟他说一句话 你 没有出价 都是很贵的 嗯 那你出价 你真的有喜欢你出价 天天的价都是 弹了之后才会有的 嗯 对 就是你不要去想着说 啊我 我到底 重点是你 可不可以买到真的最便宜最便宜的 嗯 对 很难啦 因为而且其实也说实话 就是你看到10价登录 也有一些是假的 对 或者是有一些是特殊交易 对对对 自己家人 自己那个交易 对对对 有可能 对 所以说其实 不要去太过于去 嗯 一直去 应该是说 重点应该是在于 你真的喜不喜欢 对对 你喜欢是重点 对对 你喜欢的话稍微高一点 其实也值得买 对而且你看到之前 在二十几年前 可能房子就是七八百万 就已经是最高最高 对然后我们觉得好便宜哦 可是对他们当时来说 那可是很贵的 对那你现在看 你现在的这些房子 也是一样 对 就是哦 以前你看一开始亲谱 怎么可能会有 就是三千多万的房子 对啊 对啊 我今天有传那个 你有看吗 就是一篇文章 就是有一个那个 三十八岁的男生啊 他就是上网抱怨他的爸妈 就是说 帮他买房子 对就是 帮他出头七款五百万 然后就看中了一个 亲谱的房子 一千五百万 然后帮他出了五百万之后 那剩下一千万是他的那个 嗯 他的那个 他要自己要缴房贷 房贷 他好像不是三十八岁 反正他就是三十几岁 然后他说他只赚三万八 这样子 整个就是会 很辛苦 对背不起来 这样子 然后就是都不敢跟朋友聚餐啊 觉得好讨厌哦 就不喜欢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 当然就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但是就是掀起了一阵网友们的讨论这样 诶可是这样子 他们的讨论主要 方向是偏向怎么样 就偏向说其实你的爸妈真的对你很好 嗯 对然后虽然说可能会很辛苦 但是其实你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就会知道 爸妈的选择是对的 但是也会有人讲说 哦对啊就是确实是有一点辛苦嘛 毕竟收入没有那么高的话 真的会觉得好像整个人生被绑死了这样子 可是重点我觉得是 爸妈出头级馆这件事是很好的 没错 但是重点是地点 他是爸妈就是决定一定要亲补 还是说有问过小孩说 你要在哪里工作 然后你选一个地点 这个我没有细看 反正就是说 就是当父母觉得说 这个地方好你就买 然后这个东西你背这样子 然后可是他确实也出了很大一笔钱 可以说是三分之一吧 对啊 然后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 这个到底算不算是一个 很好的父母的作为这样子 然后这个儿子他觉得很委屈 是不是真的是过太爽这样子 所以我就传给你 你没有回我耶 我说你觉得这个新闻怎么样 这是新闻吗 就是一篇文章啦 有有我有稍微看一下 我的看法是觉得说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 你后面回头看你才会知道 原来那个时候真的父母是对 因为其实我也不能说 完全是说父母是绝对的错 或是这样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的确是 有享受到那个房价高涨的那个甜头 所以说他们会觉得 现在不买 现在不买 以后再买就太晚了 所以你之后会感谢 好像说他当时买了1500 已经变1800了这样子 那很多人就说 可以很棒啊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觉得出头期管这件事 是很好的 就是不要帮小孩全部出 然后可以就是出一点 然后让他 小孩有自己有存钱的那个压力 有那个责任感 对 但是地点的话 如果是父母觉得这里好 但是小孩不喜欢的话 那就不太好 因为小孩还是要有自己 选择自己未来在那里工作 是 的权利 对 但是如果他真的想要在台北工作 其实也可以搭高铁上班啊 对 我是说如果小孩 因为有时候 小孩可能比较没有那个物价观念 他如果是觉得台北 要住台北 那这样的话父母真的还是会觉得 嗯 那可能就只能买一个套房了耶 对啊 因为真的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对啊 所以现在亲普 也是超级小套房 所以现在亲普真的还是会成为很多 台北人或者是新竹人 可以就是选择一个 因为真的是交通 就是宜居的首选啦 对因为交通真的是便利很多 你看 亲普到台北只要19分钟 对 对 然后到板桥更短 对 然后到新竹只要10分钟吧 对 对 所以说甚至会比台北人去台北上班的时间 通勤时间还要 对 还要短 就是他整个交通的这个优势 还有他的房价的优势 对 都很棒 对啊 可是我前两天就是有跟我一个朋友讲说 就是其实现在亲普很多人啊 都是在台北工作 然后搭高铁上班啊 就是买月票这样 然后他整个一个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就什么 搭高铁通勤 好像很fashion 但就是这样 就已经是常态了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 虽然说并不熟悉这个地方 我之后会越来越熟 我是 我就是走在这个亲普的这个大街小巷啊 在青唐园 就是 绿意盎然的地方散步啊 真的有一种 很舒畅的感觉 就是 我好想在这里生活 我也想要在这里成交很多户 因为我觉得这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 算是适合移居 而且真的移居的地方 是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适宜居住啦 对对对 因为他的这个重划区是 政府算是 杂重金在规划的 对而且他是每年都会有建设 是 对 而且会一直到2028都一直还会有啊 对对对 对啊 所以他是一个前景很看涨 而且你会觉得现在房价超贵 以后你就知道 其实未来还是 他还没有到顶点 对还没 对因为等到航空城起来了 那更是 就是整个串联起来 对啊 那当然就是 旧市区有旧市区的人 有喜欢旧市区的人 我也有很多客户是 就是指定要旧市区 对因为生活机能真的没办法比 对啊 因为你说 你说亲普 其实你要去一个7 有时候还要走个10分钟 对 但是 那个旧市区 夜市就在旁边啊 然后什么 各种 传统市场 对对对 有些人是喜欢那样子的氛围 对啊对啊 对 而且其实说真的 亲普跟旧市区 其实也是 骑车也是很快 对啊对啊 差不多十几分钟 甚至 龙岗那边也是 之后也会慢慢起来啊 再串联起来 对就是 那个 田园 对啊 所以 我觉得其实桃园 这个地方 真的算是 台湾算是 建设很有感的 而且是每一年都会有 很不一样 对 然后我觉得 我主要的希望是说 适容的部分 对因为旧市区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觉得那个财神大楼 欸 那个听说真的要堵根 哦太好了 恭喜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希望我孙子看得到 你会有孙子吗 不知道 外生 对 但是我觉得 嗯 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 我觉得很重要 美感是真的很重要 是啊 是啊 那我觉得中立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很多 可以更进来的 会越来越好的 真的真的 对啊 好啦 欸我真的觉得这一集 也可以放在中立好东方 对啊 还蛮好玩的 其实我现在觉得 呃现在的生活啊 是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会遇到谁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 比以前有活力很多 嗯 以前在广播 也是会每天都会有 不同的那个人 就比起作业员来说 嗯 或者是 那个就是比较 无聊的工厂的工作 我觉得广播 已经算是蛮有趣的了 因为就是有 你说作业员 你说广播是作业员 不是啊 我是说 广播的工作 比起作业员 就是在那个 呃工厂 产现工作的人 会有趣多了 那是当然啊 因为你还是跟很多人接触啊 可是我觉得 我现在可以马上讲出 在电台工作 就是也是接触很多人 跟你在房地产这一行 就是做工作 也是跟很多人接触 最大不同是什么 赚了钱 不是 我是说跟人接触的部分 就是一个是主动 一个是被动的 哦 对 你在房地产这一行 你是主动接触人 你要开发 你要销售啊 然后你要认识很多人啊 不一定 如果我是主持人 广播的话 如果我是主持人 我可以主动邀发 但你不是主持人啊 我说你之前是 比较幕后的那种 制作的那个人嘛 所以你就是 待在录音室 然后就是听着 主持人去邀来的客人 他们的 就是讲他们人生故事 对 然后你把他们制作成节目 当然你也是有收获的 你也可以 在那个时候接触到他们 然后也是成为你的人脉 可是比起这个 我觉得你在房仲这一行 你真的接触到 同样也是有很多 人生故事的人 可是你可以主动去挖掘他们 然后跟他们有更深刻的连结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当然 大部分的人 不会让你挖那么深 通常都是 也是 因为他们 对于他们来说 有些 有些人觉得 房仲就是 到处都是嘛 所以说他不会把你当作是 唯一 或者是很特别 对 所以你要够特别啊 对 你必须成为那个特别的人 对 那我觉得像你说用腰房的这种方式就很深入 对 然后我之前也是有这个幻想就是说 诶我可以访问到就是买卖房子的这些人 但是很多卖房子的人是很低调 他们会有自己的 对啊 对很想要低调 所以说这也没关系 其实主要还是说 嗯 你面对他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看待他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特的故事 嗯嗯 对 那 其实 你就是用你自己的人生历练去跟他对话 嗯 对 其实我觉得 音乐 其实就是一个 还蛮跨越这些 就是 如果是 他是一个不善言词 或者是 很 比较保守 很低调的人 好 那我就不要去一直跟他聊 可是我最后我会 根据他给我的感觉 然后用音乐去传达给 他 嗯 我对他的想法 嗯 通常我觉得大家都会很 乐意接受 对啊 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 应该很 很少人会 很难拒绝吧 很少人会真的可以说 你也没怎样 我很讨厌音乐 嗯 或者是 就是一个音乐 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 无声甚有声 然后很特别的一个礼物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会 因为我以前曾经在那个 我在踏入房子之前 我本来自己 嗯 设定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就是一个人生配乐师嘛 嗯 可是后来我慢慢觉得 哎 这样太 太高大上了 就是太 太虚无缥缈了 对 我还不如说真的提供一个 非常有感的价值 就是买房子 这个就是 总是有人会要买房子嘛 那同时在帮他们的 这买房子的过程配乐 就是帮他 写一首曲子 或者帮这个房子 写一首曲子 嗯 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 更加实际 对 它是一个感性跟理性的一个 很完美的结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让我自己觉得他 他可以做一辈子 嗯 然后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赚到钱 可以 就是他也会得到感动 然后这个世界 也会因为我的存在 变得更美好 对 对 然后我自己的幻想就是说 等到我成交了可能 呃 好几十件 对 我就可以在 当地开一个演奏会 然后就是谈这个 这些房子的故事 嗯 的音乐 就是那个法国之星啊 对 然后 然后我邀请这些 我邀请这 这买卖双方都一起来听 哈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这样子就 他们的脸都会露出来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他们坐在下面 我不会把他们叫上来 不会点名说 你就是那个法国之星的 不会不会 你就是那个偷天 我会说哎 现在的台下都是我的客户啊 我知道你想要扮戴小巨蛋啊 那就看不出来谁是谁了 嘿嘿嘿 OK啊 OK啊 何乐而不为 对 还是卡内基呢 嘿嘿 对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就是 我弹的曲子是 你 你的故事 你 你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每个房子都是 每个人的故事 积累出来的一个 空间 然后 他传达给我的感受 然后我再把他分享出去 他是一个非常善的循环啊 很好的一个 可以 就是一直不断的永续的一个 传 流传下去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觉得 作品是 很特别 就是房子 不动产 他其实是一个 可以流传很久的 顶多50年 60年 可是音乐是更久的 对 像我们现在在听贝多芬 300 400年前的作品 对 那我当然不是说我的作品 真的可以成为这么 这么伟大的作品 但是我觉得 至少他就是已经 是流传到 就是 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嗯哼 好 对啊 加油哦 嗯哼 你的 那个节目也是 我的节目会很棒的 因为我可是认真在规划 我是把它当作 在创业在做的 对啊 我觉得我们每个 就是 像 我 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每一个人 都是老板 是 对 不同的风格的老板 就是帮自己的人生事业 当作老板啊 对 对啊 而且业绩好 就是大家都会 就健康 对大家都会很祝福他 然后也会觉得 哇 很想要跟他学习 而且你不会有说 哈 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嗯 这样就不会这样生气吗 我觉得真的成功的人 都不会这样子 就会祝福别人的成功 还有说 会去想要模仿他 哦 对 就是 对对 你怎么做到的 对对对 然后也不会说 哦 像以前我们 我要讲 以前台湾房屋啊 就是会比较 呃 就是谁 谁冒泡 谁就要请客 有这个文化 哦 对 可是在我们这边 不行吗 为什么 就干嘛 你是说 哦 你是说 就是好像变成一个 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你过太爽了 你冒泡就是 一定要请大家吃东西 这样子 重点是 以前台湾房屋 没有赚到很多 就是奖金又微博嘛 对 因为毕竟它是直营店啊 对 大家都普专 就是其实能够分到钱 已经够少了 然后还要分钱出来 就是请大家 但是我不是说不能请 而是说 有些时候是感觉 是被逼着请 那你就请牛奶糖就好啦 对 但是现在 因为大家实在是 太常冒跑了 就是几乎天天 都有在冒跑 没错 我每次看到那个店长 真的每天限动 一天三四个耶 就是就贺成交这样 对 所以后来真的是觉得 哇 那个 所以大家也 也来不及去 去叫人家请 说得也是 对 还不如 叫人家请 还不如自己赶快去 赚一个大千 自己请自己比较快 哇塞 好励志的一句话哦 真的啊 真的很赞耶 我这个成交 就是这样子 一下来 真的就是 可能以前台湾访问 好几笔成交 才可以 才可以抵得过 我真的 就是之前 好一阵子 就是帮 应该不是 不是帮啊 就是说 我先垫了一些钱啊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这些钱 到底什么时候 才可以回到我的口袋 这次 立刻全部都还 我真的觉得 你赶快 你有没有什么影响 是那种 那个钱 不要再讲 音效的 我现在做房子 我真的没时间 加音效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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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的声音 你自己加 你自己加 我不想加 就是终于 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未来 光明可期 对 我们就继续加油吧 对 然后就是 你的中立好动房 我的情谱梦想家 还有我们的 夫妻春聊天 当然还有 日文情境小剧场 还有音乐人间观察室 我们好多单元 对 我们后台有超多节目的 音乐人间观察室 其实是最后生下那个 你到底要不要把摩羯 摩羯 的正面和负面 性格 还有创作 嗯 诶 我们刚刚 这两 这几集我们可以送给佳化副总 摩羯座都要过了 因为 哈哈哈哈 快要来了啦 对 因为那个佳化副总就是摩羯座 那拜托 赶快 把他就是双手奉上好不好 对 连结给他 嗯 然后之后 因为我之前曾经想过啊 我要为塔罗派创作 哦对对对对 你有这时间 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休闲时间 哦 对 就是创作 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是很开心的 对啊 我没有那种压力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 就是什么 排解压力的这种寄托啦 对 像你知道吗 我弟啊 就是 诶我这样讲好吗 就是反正就是 我弟 他 他最近也在找工作嘛 然后我也是有在问他说 诶你到底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嗯嗯 然后他就说 嗯我想要做那个 最喜欢是那个游戏设计 美术设计 然后我说 那你现在有什么作品可以拿出来吗 嗯 他就说 没有 哦那真的可惜了 那我就说 那应该就不算是你最喜欢的 真的很喜欢 因为你最喜欢的事情 是没有给你钱 你也会做的 就像是我的音乐 对 因为我的音乐 其实一开始我在做那些曲子 也没有人给我钱啊 我也 也没有任何人给我 就佛心爽啊 对 就是我这里觉得 哦 反正我觉得很想要用这个来表现音乐 对 你做完之后 你会不会一直听 反复聆听你自己的作品 对啊 会很开心 我写我的东西我也会 对啊 我PO出去之后 我会看一百遍耶 对啊 像那个 一直收看 对啊 像那个就是有一些YouTuber 他拍影片一开始也都是好玩 譬如说像浩浩 他就说我拍影片一开始是希望我开心 自己开心 对 可是他后来发展到后来还是变成是 除了我开心以外 我也希望全世界跟着我一起开心 没错 对 所以说我就跟我弟说 呃 不管你以后要做什么事情啊 就是 譬如说他想要做绿能相关的 然后我就说好 那没关系 可是你不要一直只是为了想要赚钱而去做绿能 而是说你要做绿能之余 你要把你的兴趣结合在一起 然后我就会说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一直去画画 然后画跟绿能相关的漫画 或者是游戏设计 设计一个跟绿能有关的游戏 然后有美术啊什么的 然后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分享给很多相关社团的人或老板 然后有些人就被你感动 他就会帮你介绍客户 他就会说 哦 我我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他可以用用漫画来表现什么是绿能 真的是不同领域结合 才会显出你的特别啦 因为你不一定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某个领域是做顶尖 可是你可以A B领域合在一起 就变成那个A B的顶尖 对 你不可能是绿能的第一名 你也不可能是画画的第一名 对 可是你是一个第一个做绿能加画画的第一名 像我的话 我就是第一个原创的钢琴音乐加仿重 对 这两个领域是 我应该是第一人 对 对 而且我也不怕有人超越我 因为我的音乐是特别的 对啊 就是有些人是 也是会音乐加仿重 对 可是他会的东西跟我会的东西 对 是不一样的 没错 真的 对 不可能会有人弹出跟我一模一样的 没错 对 我曾几何时也是这样看待我的日文的能力 就是以前就觉得说 比我会教的人那么多 比我会说的那么多 比我讲的更像日本人这么多 那我到底是什么 因为后来我也是渐渐透过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足够特别的地方 对 我们的人生观啊 我们的就是灵魂的感性的部分 其实那是全世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啊 就是只要抱持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是勇敢去做吧 就是我前两天收到那个Zack 就是那个国际超级防众的电子报啊 他就有分享那个蔡阿嘎 人生的第一支影片 他上传到YouTube的影片 超爆笑 超烂 那画质有够差的 没关系 就是这样 他就说那就是 就是从一个好玩的心情开始的 就像我们的节目的第000集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全部乱录 对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也是想要勉励我跟你 还有听众朋友们 就听到这一集的话 如果你正在犹豫着 是不是要尝试某件事情的话 你就一定要去做 先做再说 对 如果你正在想说 是不是要做的时候 你就是应该去做它 因为你不做 你永远不知道 真的 真的 嗯 好啦 今天到来是主题是什么 中理好动房 帮你找到好好房 嗯 那你有没有slogan 有啊 就是亲谱梦想家 为你找到梦想家 哦 对 然后以后我就是会在开头跟结尾都会讲这些 刚刚那是熊皮的声音 熊皮的slogan 就是 对啊 好 那就这样子咯 嗯 好 祝大家这个什么台风架 如果你有放的话愉快 然后要上班的话 也是要加油上班咯 嗯 如果有那个房子要委托的话 先委托给我 如果是亲谱的话 嘿嘿嘿嘿 你还没有更糟 啊 没关系 一人委托两人服务 对啊 你可以先叫副官好先服务 然后 奖金是我的 嘿嘿 嘿嘿 好就这样 拜拜 OK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